HAPPY POSSE TO YOU 啥呀 HAPPY POSSE TO YOU 啊 小奶龙 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好可爱 喜欢吗 请刚过来 忙完了吗 忙完了 鲜花我也订好了 蛋糕也订好了 然后求婚了一些那个 长颈布啊糖啊 什么我都准备差不多了 来 辛苦了啊 给你准备一个小榴莲 哎呀妈呀 果然买榴莲了 你要干什么 就是要拿榴莲来赴金请罪吗 是不是 算吧 行一会贵榴莲啊 行 明天我送日今天送礼物啊 今天想想到开心一天呗 是不是 昨天晚上你出去吃饭喝酒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以为你买榴莲就行了 没有用啊 妈妈 爸爸昨天不告诉你了吗 他那是告诉我吗 他那是通知我 不知你不就 不管我 不管你不同意 就要出去喝酒 嗯 以后那个爸爸听妈妈的话 妈妈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 好不好 好 要提前跟我商量 行 跟我说 以后咱俩都做一个听话的乖宝宝啊 惹妈妈生气后果很严重 所以说以后都不能惹她生气 一会儿就准备贵榴莲就行了 行行 买榴莲 买榴莲就是贵的嘛 肉给妈妈吃 然后我是贵皮 要不明天求婚妈妈都不同意了 对不对 那多惨啊 那不丢人丢大了吗 是不是 都今天要不好表现 是吧 妈妈 不要说明天你不同意的话 那肯定很丢人 对啊 那丢老人了 那不都好朋友啥的 都去是吧 丢老人了 我要看爸爸表现 爸爸表现不好 我怎么同意啊 妈妈 我觉得你是不是不想生孩子 对啊 本来就是啊 你想让妈妈生个孩子啊 嗯 生你这么个孩子不听话 那可利了 你想要个小弟弟 要个小妹妹啊 小妹妹 小妹妹 我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的 那万一又生个小弟弟呢 那就没事啊 那行 以后再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 爸爸也一样会谈爱你们两个的 好不好 谈爱你们三个 加上妈妈一起 谈爱你们三个 小莉啊 买了榴莲去吃榴莲吧 我不吃 给你赔礼道歉啊 好 大人不气小人过 哈 什么大人不气小人过 就是别生我的气了 气 一直气 气得鼓鼓的 吃个榴莲就不气了 好不好 走孩子等着呢 好不好 给你赔 称心的给你赔礼道歉啊 一会儿必须贵榴莲哈 行 你说贵啥 贵啥都啥 都行 好吧 现在孩子都着急了 就这么一个小的榴莲啊 啊 这么一个小的榴莲 谁吃了够啊 哎呀妈 现在这个榴莲可贵了 48块钱一斤啊 老亏了 48 你让人坑了吧 你是大鸳肿吗你啊 他就是卖48块钱一斤 少一毛钱他也不卖 这瓶好薄啊 我看看 看 对 看这小瓶 看这小肉鼓鼓的 嗯 啊 这大肉哎 嗯 这好 瓶给你弄好了哈 赶快跪着 看什么 大人不气小人过哈 这是全华粉丝的心声 大家说了让你今天晚上过丢脸 你认识到你犯什么错了吗 认识到了 认识到了 对就是不应该去喝酒 跟你好商量商量 你让我去我去 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 是喝酒的事吗 对啊是喝酒的事啊 喝完酒以后还在那下吹牛 下懒活 没吹 怎么还没吹 咋还要我看还要给人家草里介绍男朋友 不是啊 那个朋友他是也没见过草蕾 他就看视频嘛 他感觉草蕾长得挺漂亮的 挺温柔的 他就说啊 能不能把草蕾也叫回去 他想认识人家草蕾也 还得给人家签线了 搭桥了 我去那草蕾也单身嘛 还得坐上没了 就给他签线嘛 也行我感觉 用你介绍啊 单身嘛 草蕾什么标准你知道啊 什么邀请你了解啊 我知道啊 草蕾就喜欢矮点的 胖点的 稠点的呗 我也不是说就是不让你喝酒 你喝点酒也没关系 聊聊天说说话是吧 对 你喝点酒你以后就容易犯毛病 对 就是以后喝酒不吹牛 就行了呗 吹牛你都没边的你都 你问草蕾了吗 人家来吗 他说不一定 不一定 嗯 他说看啊不一定 喝酒就吹牛 这个毛病得改啊 啊改 吹起牛来都没边的都 对 怎么喝喝酒还把车和没了 车呢 车借出去了 借出去了 对 哪儿 浩蕾说他没开过奔驰 然后说想开开感受一下嘛 我说没事开心了 然后就借给他了 明天不用了 明天来这么多亲朋好友的 你不用了不用车了 看你的 借出去了 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吗 你能考虑到什么 明天早上我把车要过来 行不行 你别生气了 真的是你一点事都没有发现你 对 可能他给我捧的太高了 然后就 就不好意思了就是 就你这样还明天请婚啊 等着吧 不答应了我告诉你啊 给你打个预防针啊 给以为给我吃个榴莲就好了 我的气还没消呢 先没消再吃一个榴莲就消了 吃十个也不解气了 那明天你要是不同意呢 我叫这么多亲朋好友多丢人啊 那我不管 你反正丢你的人我不管 反正我没跟你开玩笑哈 你明天你去婚达不到我满意的话 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不管你来多少亲朋好友哈 嗯 我可不惯着你 昨天你好好沾叔叔吹牛 这里的妈妈都生气了 以后别再吹牛了哈 行 爸爸不吹了 好不好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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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